今天来到了本拿比的Metro Town 天气不错 比较适合逛街 那就跟着我的镜头去逛逛Open House吧 今天可以看三个Open House 请进 这个多大 这个是一个400尺的Studio 400尺 这边是个洗手间 然后有地暖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洗衣房 它是一个full size的洗衣机和后衣机 好的 然后这边有个衣橱 这可以说是我看过所有的房子里面最乱的一个 确实是 不过好消息 租客月底就要搬走了 这是一个Murphy Bed 可以折叠收起来的 对 这个Unit带的 这东西也太多了 确实 然后我们这个房子是朝南 正朝南 所以阳光非常好 你看今天 深秋的今天都有那么多阳光 还能看到远处的海 是 要拿望远镜就能看得更清楚 对 然后前面也比较开阔 因为前面是立金广场 然后天车再更远一点 所以噪音并不大 我们来听一下 有一点点 但是基本上也没多大事 是 是 好 灶台 米勒的 这怎么都不收拾一下 这还有吃的东西 对 需要一个更好的租客 多少钱 这个房子我目前开价五十三万九 在这一层楼还有一套 是两房一位的 稍大一点 那走看一下 好 现在我们就来到这个粮食 这进来以后是个U型的厨房 然后这边是洗衣机和风干机 这边还有一个小的close 这个是煤气的 对 是煤气的 它包在管理费里吗 包在管理费 管理费是多少 管理费目前是五百五 但是明年会降 明年会降 真的 对 这个层高多少 这个层高大概在八尺八左右 然后是有冷暖空调的 有几个卧室 有两个卧室 一个是 这个是朝哪边呢 这个是朝东 朝东 对 这下面就是麦热烫 下面就是麦热烫 这个可以进到这个洗手间里面 对 一个拉门 它只有一个洗手间 它只有一个 然后这是第二个卧室 第二个卧室 这个卧室是朝两个方向对吧 对 这边是朝东 那这边是朝北 东北向 这是可以去阳台的 直接可以去阳台 对 我们从那边过去 好 客厅非常宽敞 总面积是737尺 这三个是租客 是 这边风景很好 风景非常好 整个Bernaby可以说是一览无余 从这边的Brown Wood 然后往这边走 那个远处的是SFU的山 Bernaby Mountain 然后这边下来是陆湖 两个湖 陆湖和Bernaby Lake 然后再往那边就是那一片就是Low He 也是Bernaby的一个商圈 再往这边走 过来就是Edmond那片高层 然后您可以看到远处的Mountain Baker 风景非常好 那这个楼有什么特点 我们这个楼的特点是 首先它非常的安全 因为每个住户必须要用手机 装载APP去大楼登记 才能安装这个通信卡 是电子的 它必须是跟着您个人的信息的 所以您即使手机掉了 别人捡到也进不来这个大楼 相同档次的房子里面 两房的带空调的最低价 我刚从那个楼下来 我在这就看着你了 我在这儿open house呢 欢迎你来呀杨哥 对 我刚才那儿看的是粮食的 我们这个也是粮食啊 我们这个是粮食两位 东南朝向 那个是粮食一位 粮食一位 那行 那我们再去看看呗 看看那粮食两位 好呀 欢迎 进来以后呢 我们这是一个24小时的continage 这个比较方便呢 它可以平时帮你说说包裹呀 如果你家里有什么紧急的事情 也可以请前代人给你帮忙 那我们这边到了它电梯的位置 它电梯有个好处就是它是三部电梯 所以而且每一部电梯运行的速度都比较快的 这是809 对 809 请进阳哥 你的专用曲目 我当当当当 进来以后我们这里呢 首先这里有一个衣橱 就一进来的话你可以外套呢就可以挂在这边 然后往前走的话 这个左手边呢是有一个浴室 这里可以洗手 一进来就可以洗手 那在这个右手边呢 它就是它的袭机 袭机放这儿有个好处 就是它离卧室比较远 这样它工作的时候不会找到你休息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它的厨房了 厨房是这边是一个横排 比较节省空间 然后煤气炉 煤气的 盖子是包在管理费里面 管理费多少 448 比那边便宜 那边是500多 是吧 这个还带康斯热人的 所以更便宜 那个也带 这个也带 好呀 这个是它的冰箱 天门冰箱 这个现在很流行的这种冰箱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收纳的柜子 这些全部都是收纳的柜子 这边有洗碗机 大水槽 这一个大的水槽 那这边呢 它底下 这个是它的一个吧台 这个是专门开发箱做成这个样子的 这个不是物主后家的 做成这样 这样的话你就底下可以摆两个吧台椅 可以做点吃早餐 底下呢 就是它的收纳的柜子 那再到这边呢 我们就看到它这个是它的客厅和餐厅 特别方正的一个户型 然后你看整 这个是南面 整扇的大玻璃 采光非常的好 然后在东面呢 又是也是阳台 可以开门 推门出去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主卧吧 这边是主卧 主卧这边呢 主要就是朝东的 当然它南边呢 也是有一个窗户的 因为它是在一个脚位上 所以呢 它两边大玻璃 然后又是两边有光 所以采光是特别好 这个现在摆的是一个 King Size的床 旁边还放了一个小柜子 那边还有空间 还可以放下东西 这个地方还能再放 对 还可以再放下东西 那这个呢 就是它的卫生间了 这边是一个淋浴 现在的 两房的 基本上就是 卧室呢 配的是淋浴 然后外面的那个洗手间呢 配的是浴缸 但是它这个设计师呢 也是很贴心 有两个closet 这个主卧里边有两个closet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的 可以摆一些你的杂物哈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这个小的 第二个卧室 这个是它的第二个卧室 大家可以看见啊 这个卧室里边 除了摆了一张 这个Queen的床呢 还摆了一个书桌 那如果就是说 你不用摆书桌的话 这个Queen的床 也是完全可以床头朝墙 那这样的话 你就更能看到 楼下的这个空中花园了 它楼下是有一个 空中花园的 在三层 那这个空中花园 除了有空中花园 它还有一个party room party room 还有gym 还有一个guest suite 就是如果你有朋友来 访问你的话 没地方住 就可以住在这边 是比酒店便宜的 那你这个单元 和旁边那个楼 有什么区别啊 我想这个区别的话 很明显的 在地理位置上 就有一个大的区别 我这个位置呢 它其实是一个 很方便的位置 首先呢 它自己本身楼下呢 它就是有一个超市的 Price Mart 里边也是卖 很多亚洲市场 就是这个 没有 那个是Super Store了 那是第二个超市了 你可以看一下 旁边就是 Metro Town Center了 是这边 Burnaby最大型的 就是购物中心 那边就是天车站 您可以看我手指指的 那个方向 这个离天车站 还有一定距离 所以你走路很快就能到 但是这个天车的声音 又不会吵到你 所以是黄金位置的 黄金位置 所以就是位置比它好 对 位置非常好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我觉得这个户型 其实特别好 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个户型呢 它是两个卧室分开的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两个卧室 是并排在一起的 当然那种卧室呢 它就 像这种卧室 它就是两个互不打扰 再一个就是说 它的洗衣机 也是离两个卧室比较远的 所以不会吵到 在卧室里休息的人 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这个朝向 也是特别优秀的一个朝向 东南朝向 那个就是最好的朝向 我现在公主的卧室 真有来的 水